可是我覺得那個要看打不打得了啊 因為像我我們家旁邊的全部都被LDN拿走 那其實說真的也真不知道我們能夠怎麼去安排聯盟可以幹什麼 因為旁邊我們頂多能拿的就是營地嘛 但是說到社區根本就是碰邊都碰不到 哇你也有1600萬喔好扯喔 現在沒有護盾可以搶撐一小時就好 真的嗎 可是我們也沒體力啦打不贏吧 不行啦打下去 打下去就 我怕接下來我們每天都要開護盾啦 不然會死人喔 我很怕 我怕我們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都沒了 要蓋嗎 要蓋嗎 蓋下去 蓋下去就是在跟他們說 嗨 我們要來跟你們搶這個 這個社區囉 我們要來搶囉 你直接顯示可以攻擊 我也顯示可以耶 可以啊可以顯示攻擊啊 喔沒有沒有 聯盟建築沒有相間不能進攻 做死的邊緣不但試探 我們現在就是這樣啊 在這個邊緣裡面 欸欸要碰一下 欸欸欸這個欸欸 我感覺碰過去他們就知道我們要幹嘛了 只要稍微碰到他們就知道我們要幹嘛了 我是覺得很微啦 欸看你們已經開始打了喔 欸怎麼不覺得打很快啊 欸快打完囉 好難 那我們是不是要碰到邊邊了 我們是不是要去蓋一個掃塔碰 碰一點點邊邊 試探性做死 你看 試探性做死就是這樣 欸可是不能碰啊 碰不到啊 我們這樣子 喔要這樣子就算碰到了喔 那那那那 那先這樣嗎 各位啊如果我們 如果我下次 開吃塊的時候我們被車爆啦 就是在座各位害的啊 在座各位叫我幹啥事啊 蓋了啦 蓋了啦 這遊戲就是要打架嘛 打啦打啦 小羽靠你了 小羽靠你了 小羽因為那個 他們說要打那個LDN的社區啊 然後說因為我們家只有你 只有你 只有你戰力頂得住 可以助手在那裡 那他們打不了你啊 所以到時候要靠你 我現在剛剛蓋了一個掃塔在 在那個 在那個旁邊 我剛剛蓋了一個掃塔在這 大家如果有空來幫忙 幫忙建築一下 我也要來建一下 只希望 在之前 這個LDN沒有發現 其實我們早就已經在他們的聯盟旁邊 蓋了一個 在他們的社區旁邊蓋了一個掃塔 希望他們盟主沒有這麼聰明啊 沒有那麼快就發現了 不然 如果我們先被發現 晚上可能偏偽欸 這幾天我要先把這個護盾開好開滿 而且主要是實況主真巴賽 其實也快要結束了啦 到時候跟大家說一下喔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我之前有發一篇文章 就是 在我們聯盟的前十名高戰力的人 都可以獲得一些各種不同的獎品 就是 就是 當然是小東西啦 也沒有 也不是什麼很貴的東西 就是像 聯盟戰力的前三名啊 可以拿到我的 這個 簽名 簽名小卡啦 我知道你們可能不一定想要 啊沒關係啦 佳姐拿一下嘛 然後 第二個呢 是前五名的話呢 就會獲得一個 這個 信存者專有的這個保溫杯 然後 前十名的話呢 就可以參加抽獎 有個生存包可以 可以抽獎這樣 所以在這個 結束之前 你們都可以盡力的去提升你們的戰力 這樣子 那下次我們啊 開台 可以再來打這個二級的 然後 再來研究 要不要打這個 可是怕到時候有護盾啊 所以其實 哎呀真的是失 失策 因為我其實是一個不太敢去 不太敢去開戰的人啦 因為畢竟 剛開始玩遊戲的這個 大概前一個禮拜 我們就被打飛了 我們就被打到 我也飛了 整個萌都飛了 我就不太敢去跟人家打架 我怕我們打得不贏 就算我們現在應該不弱 但我還是會怕